大家好 欢迎收看2019年2月8号的明镜电视 今天大新闻 我是安华 现在是周五 但是世上的这些大事 依然是不断地在有新的新闻标题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比如说萨尔瓦多和中共的这个关系似乎有生变的可能 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依警告伊朗人不要相信美国人 同时也别相信欧洲人 因为我们在看到华为事件发生之后 似乎全球掀起了一股抓中国间谍的这样一个风潮 那么以上的这些大事稍后我们将和大家进行分享和梳理 首先请刘萍给大家介绍新闻建议 谢谢安华 首先是泰国大选登记截止 现任总理巴育 如同大家所预料的 他要竞选连任 而更受到大家关注的是 过去已经过世的泰王普美鹏 他的女儿 也是现在的泰王的姐姐 叫做乌文乐 他67岁 他宣布他也要参选 为什么呢 是他的党叫做太户国党 推他出来参选 按照泰国的法律 王室的人士是不能够参加选举的 不过呢 这位姐姐叫做这个 刚才讲的叫吴文乐 他已经是放弃了王室的身份 因为呢 他当初在这个 到美国来读书 认识了一位美国的男士 两个人结婚 他跟外国人结婚 他就必须放弃他的公主身份 后来在离了婚之后呢 他又回到泰国去发展 那么现在呢 他要登记参选总理 他说呢 他是很多人支持他 他也要来服务人民 而且既然已经不再具备王室身份 虽然大家还是非常礼貌的 用公主来称呼他 但是他现在登记参选 在法律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泰国呢 现在讲说 是也许他的弟弟 就是现在的泰王 也鼓励出他出来参选 就是说这个 希望这个社会上 能够多一些的人呢 来参与民主政治 这个是这个泰国这个总理 这个要这个登记要参选总理 泰国的大选很快就要开始了 同样是有关泰国的事情呢 就是泰国他不顾美国的这个看法 什么呢 就是他选择华为 作为他的这个5G的测试台 因为美国跟华为之间的这个关系 还有美国在希望他的这些盟友啊 就是不要使用华为的产品 但是泰国的这个数据经济 或者关于数字经济 还有他的这个社会部长啊 说这个泰国不担心 有安全上的顾虑 所以呢 这个就是美国的劝阻 泰国当然是也这个 尊重美国的看法 但是泰国觉得自己的发展 他还是要和华为合作 那么在这个 这个跟华为之间的合作 那是现在是这个 东南亚国家协会里边的 第一个选择跟华为合作的对象 而泰国呢 也同时和美国有共同防御条约 所以在这中间 泰国如何取舍 也是对泰国的这个智慧的考验 还有一个讯息呢 就是全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啊 现在进入到这个关键性的谈判时刻 川普总统自己讲了 他和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 3月1号以前不会见面 这个呢 就是不是意味着双方的这个经贸的谈判 或者是说美国真的要在3月2号 就要开始对更多的中国产品课程高关税呢 这个按照美国几位官员的 包含匿名的和不匿名 和这个公开的说法应该不至于 像现在在这个画面上的财政部长曼努钦 他说呢这个其实呢是现在两位元首见面 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表 就什么时候见不知道 但并不是说就不见了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这个曼努钦说 是因为双方谈判 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 这个要求匿名的官员也是说 这个川普呢所提出来的 说要求中国做一些结构性的改革 那么现在这个中国的美国的立场这一点是非常坚定 而中国现在也愿意把这个纳入到这个谈判的范畴里边 那么这个早些时候呢 《华尔街日报》也有这样的报道 说双方啊这个不应该说把当作最高领导人见面这个事情啊 就作为一定代表什么或者一定这个代表不什么 也就是下个星期啊 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 还有美国的联邦贸易代表 都要到中国去谈判 那么希望这个双方的能够把这个立场做这个更为接近一点 总结起来就是两个领导人 所谓的这个3月1号以前不见面 第一个呢也未必真的就是没有转换预递 第二个就算3月1号以前不见面 3月1号之后还是有机会见面的 也就是双方的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 这个机会还是很大的 再有一个讯息呢就是全球首富贝佐斯 大家知道他是这个亚马逊 Amazon的执行长 那么他现在公开讲他遭到勒索 什么呢就是这个National Inquiry 就是这个美国的一个小报 所谓的八卦报八卦媒体 在勒索他说他们手上握有贝佐斯的这个隐私照片 好了这个事情啊 贝佐斯他就公开把这个事情披露出来 受到各方的关注 这样子大家就等着看这个小报 到底手上有些什么隐私 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 这个事情会受到关注 一方面他全球首富 一动一镜都受到关心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位这个贝佐斯先生和美国总统川普两个人不对牌 而贝佐斯呢他用私人的身份买下了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啊是几乎跟纽约时报的是这个 同样享有盛名的一家这个老牌的新闻媒体 华盛顿邮报批评川普啊那也是 常常有诸多的一些这个文章 这个川普对华盛顿邮报是很感冒的 所以呢这就变成了说一个 这就是一个贝佐斯啊这个遭到八款媒体勒索 还有一个讯息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抗 那么这个贝佐斯还有一个是很有名 他当初啊在川普还在选总统的时候 还没当选的时候 贝佐斯啊他那个时候参与这种火箭研发 他说呢我真正的这个告诉大家 我如果研发这个火箭成功 我一定在火箭上保留个座位 保留给川普把他送到外太空去 好了这是一个贝佐斯啊 这个遭到八款媒体勒索 还有一个讯息啊 是美国司法部代部长 今天出席国会的听证会 这个国会听证会是这个专门的 来要审查这个所谓的政府监督 就是这个政府啊和这个 他的这个各项施政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违背法理 有没有侵害到人民的权益 那么所以这个他就是今天这个 他这个出席这个听证会 在这个听证会里面 他特别谈到一个就是说 有关于美国特别检察官 就是画面上这位穆勒 他在做这个通俄门调查这个事情上 代部长说我没有和川普总统谈到这件事情 在这之前的时候 这个司法部部长赛尚斯啊 他是根本就回避这个通俄门 完全不接触通俄门这个事情 那么现在这个代理部长就说 他也不接触这个事情 他说他不会刻意的回避 但是他不会去主动的接触 而最要紧的是 他说他没有和川普总统谈到 有关于通俄门这个事 也就是尊重特别检察官 所进行了调查工作 这也是对于这个法治的一种尊重态度 因为呢在理论上 特别检察官还是要服从司法部的 这个领导的司法部长 对他还是有这个指挥驾驭之权 但是呢 同时在这个法治的尊重上 那么也就是这个事情 既然是有这个专责单位在调查 所以行政部门就不要加以干预了 好了 另外一个讯息呢 就是这个菲律宾在中叶岛 要这个填海造陆 好了 现在引来中国大陆的一个船只 大量的在附近包围这个岛 中叶岛是南海里 南沙群岛里边这个第二大的岛 南沙群岛最大的岛 大家知道是太平岛 是这个现在在这个台湾来这个掌管 那么这个中叶岛是第二岛 这个太平中叶 其实都是军舰的名字 就是在1946年 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 这个国民政府海军到那个地方去寻议 这个岛没有名字 好了 太平舰到了这边 这个岛叫太平岛 中叶岛到了这个岛 就叫做中叶岛 后来那个还有其他的岛 这个就用这个舰长的名字来命名 好了 这个中叶岛 这个菲律宾呢 现在是在菲律宾的手里边 菲律宾在这个地方要建设 首先要建的是什么 建设港口 因为一旦建成港口之后 那大量的这个机具设备就可以来 那就仿佛这个中国方面在其他的岛礁的建设 这个所谓的天海遭陆 那可以有比较大规模的工程 那么这个就从这个中国就从附近的这个岛屿啊 中国所控制的这个岛屿 出动了大批的这个船舰 这个舰当然是军方的船很多是渔船的 说出动了多少出动了95艘 那几乎是把这个岛给包围起来了 那么这个菲律宾当然对这个事很不高兴 尤其是菲律宾的新任的总统 这个现在不叫新任了上任两年多了 杜特尔蒂他是主张和中国是维持友好关系的 但是呢这个菲律宾呢 他也同时和美国还有这个联合演习 所以呢他主张这个要在这个岛上要继续建设 他并不是要跟中国方面呢 有什么样的这个对抗 事实上菲律宾的这个实力 要和中国也谈不上所谓的对抗 但是这个建设岛礁这个事 是毕竟在南海是比较敏感的 所以中国方面出动 后来呢经过调解之后 说现在船只大部分已经离开了 最高的时候九十几艘 现在还剩下二十几艘 那么这个菲律宾究竟他要怎么样来 是继续要建呢 或者是说还要跟中国谈判 也是这个值得后续观察的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也是要后续的报道 就是这个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富豪黄项默 他现在这几天呢他出国 说是在月头的是这个月初 他到了泰国 那么他申请了要加入这个澳大利亚的国籍 澳大利亚拒绝了 而且澳大利亚现在根本就不再准他的这个永久居留权 所以呢他现在这个要到哪里去呢 他现在如果要回澳大利亚搞不好 当场就会被驱逐出境 过去这几天他没怎么讲话 今天他公开说了 他这个有几件事情 第一个呢他说我当初我从事于政治现金两个党 澳大利亚的这个两个主要政党 一个劳工党一个自由党 我都将捐的钱呢 你们要是嫌我这个钱有问题 拜托这个钱你们就退回来嘛 对不对 那钱退回来 我就把它转这个捐赠给公益团体 再有一个呢就是黄夏默他说 他说我这个福音澳大利亚的自由民主法治 那么现在你给个说法 为什么不给我的这个公民权 你甚至不给我永久居留 不过澳大利亚的媒体 现在就报道出来 就是说澳大利亚这两年呢 这个很深入的了解 这个所谓的外国的干预 比方说澳大利亚有一位政治人物 他就是这个告诉黄夏默说 欧洲的这个情报机构在注意你了 这个根本就是泄露机密嘛 因为情报机构要这个要怎么监听 那当然都是机密的 那你现在这个政治人物 把这个事情给曝了光 或者说你告诉被监听的人 所以呢这个事情啊 就导致这位这个澳大利亚的政治人物 自己政治的前途就毁了 那么黄夏默现在的情况 那当然就对他自己来讲 是非常尴尬 那么究竟要怎么走 我们昨天在节目中间也谈过 好了这个今天呢 这个黄夏默的事情 最新的一个就是他要求 当初拿了我的钱 又不给我这个永久居留的身份 就把钱还给我吧 然后我就把它转捐给这个公益团体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斯坦福大学 这是美国有名的这个所谓四大 四个这个最老牌的大学 学术地位最高的在加州 那他的大学现在要调查这个 他自己的学者研究人员和中国学者 贺建奎之间的来往究竟怎么是回事 大家知道贺建奎啊 是因为从事与基因编辑的这个重组 而这个遭到了诸多的抨击 包含中国自己的专家学者 那么贺建奎啊 当初是在美国的这个德州 这个莱斯大学 拿的博士学位 莱斯大学已经开始在调查 莱斯大学他的这个老师们呢 有没有和贺建奎中间呢 有什么来往 比方说有没有鼓励他 从事与这种基因编辑的事情 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贺建奎 他后来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做了这个博士后 就是在斯坦福大学 那么斯坦福大学现在也调查 有好几位学者 这里面有医生 有这个生物伦理学家 那么他们在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 跟贺建奎中间呢 有这个通讯来往 这个贺建奎当初 要做这个基因编辑工作的时候 是跟这些学者谈过 那么你们这些学者 是不是这个 对他及时的劝阻 或者说是 不能叫及时劝阻 有过劝阻无效 或者是你们也鼓励他 那你们是不是也违背了 这个医学伦理呢 这个是学校要调查 那么这个最后一张照片呢 这个人挥手啊 是这个萨尔瓦多 这个新的总统当选人 他说他要重新考虑 和这个台湾之间的关系 和中国之间是比较怎么样加强来往 这个萨尔瓦多是台湾呢 为数不多的邦交国之一 这我们待会儿 在新闻讨论中间呢 在这个深入讨论的时候 会谈到这些话题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简要 好的 我们感谢刘平带给大家的精彩的新闻简要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 今天大新闻 讨论的现场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是 人在迪拜的明镜迪拜看天下主持人 著名的中东问题专家马俊先生 马先生你好 好 谢谢马先生 那么现在马先生可能这个通路呢 有一些问题 那么待会儿呢 我们继续跟他保持联络 那么还有一位就是资深的媒体人 明镜驻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 刘先生你好 韩华你好 韩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我们今天呢 直接呢先进入到话题的这个讨论当中 第一个题目就是有关于现在的全球 对中共的这个间谍抓捕 似乎成了一种风向 我们看到自从这个华为事件 曝光之后 孟晚舟的这个被扣之后 那么华为呢 现在是在全世界是越来越有名 那么这个有名呢 当然可以打一个引号 但是呢就是说 这个有名带给大家的是一种恐惧的这种名声 似乎呢就是说 中共现在是对各国的渗透无所不用其极 而且呢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那么华为呢只是一种技术的手段 那么华为和中共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让大家对它的产品 对它的服务都产生了诸多的疑问 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 加上呢中美两家之间的这种狠斗 那么使得现在对中国的这种恐惧 或者说对中国间谍的这种担忧 也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 在这个背景之下各国呢似乎也都在进行选边站 进行站队或者说进行表态 那么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呢 立陶宛波罗的海的这个三国当中啊 最靠南的这个小国立陶宛 现在认为呢中共的这个渗透 中共的间谍的风险越来越高 已经把中共视为一个主要的风险来源 我们看到这则消息之后 让人感觉到现在 这个立陶宛连这个波罗的海 应该说呢 一向和中共的这个之间的关系 还是不错的 虽然呢立陶宛是从 也是最早脱离苏联的 这个苏联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 那么就是波罗的海三国 然后呢才引起了这种链接反应啊 直接导致了这个前苏联的解体 那么立陶宛是在波罗的海 那么战略地位呢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 虽然这个国家虽小 但是价值很大 同时呢他和这个 没有和俄罗斯直接接壤 但是和俄罗斯的非地加里宁格勒呢 是接壤的 那么加里宁格勒正处于立陶宛和波兰之间 所以说呢 俄罗斯现在对立陶宛的这种渗透 实际上也很剧烈 那么立陶宛方面也承认这一点 认为呢中俄两家都不怎么样 那么另外呢 波罗的海其他两个国家 阿拉脱维亚和这个爱沙尼亚呢 相对这个和立陶宛相比呢 这个名气似乎要稍微小一些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话题之后呢 我就想现在这种抓捕中共的间谍 这个事件的最近几天是接连的发生 包括丹麦 包括波兰 那么再包括我们之前所看到的 美国方面对华为的这个实验室 或者说对华为的这个办事机构的这个搜查 还有呢 包括前几天的这个钻石玻璃的 这个专利侵权问题等等 那么这一系列问题呢 似乎让在全球范围内呢 对华为以这个华为为符号的 中国的这个科技 还有中共的这些间谍人员 都产生了一种连锁反应 那么这个反应最终是不是会导致 全球的一种重新的排列组合 或者是一种这种链接反应吧 那么就是说让中共的这种 一个是形象再一个包括贸易市场 包括这种文化乃至文化本身 都让全世界呢 很多国家打上一个深深的问号 刘平你认为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是啊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立陶宛呢 立陶宛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这是一个很美的国度 这个国家在这个二次大战时候啊 这个遭到苏联并吞了 但是这个美国呢 一直是承认这个立陶宛 等于是几乎是一个所谓流亡政府啊 在美国就是这个不承认 这个苏联对它的这种并吞 那么我们很多年前 我们讲立陶宛的时候 常常你刚才讲波罗的海嘛 三国嘛 有的时候就常常看它写波罗的海三小国 它比起中国 比起澳洲这个俄罗斯是很小 它这个面积啊 这个人口大概300万都不到 面积好像也是大概五六万平方公里 确实小 但它这个GDP还不错 这个在全世界排到第八十名 然后人均佐德在全世界 这个大概是排到三四五十名 也就是说这个国家 还是很不错的 对 是很不错的 那么也正因为它是很不错 所以呢它应该是说 它要更我们讲的 如果这个国家不怎么样 它今天决定要跟华为在一块 或者决定不跟华为在一块 就不会那么样受到大家的重视 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有它的历史 它有它的地位 它有它的这个经济发展的 这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它也来防中共 这个就让我们格外觉得说 你刚才讲的 这个是不是现在仿佛是一个 这个风气如此 这个风气者也呢 当然我们也不能这个否认 有的时候是一个敢流行 是吧 大家都说它不好 强倒众人推 但是呢 我们刚才前面讲 那泰国它就还是选择了这个华为嘛 虽然它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密切 那也就是讲说 这个是这个现在很多国家 或者是很多企业 它对这个中国现在这种发展 它有疑虑 这个疑虑啊 说到底还是有关于中国的体制的问题 那么这个中国自己 也为社会学家也讲了 它说这个为什么有的这个民主国家 它这个致机不好 它不太担心说 它的体制会改变 因为大家相信这个体制 你致机不好 你就下去换别的党来 别的党又不好 换下去再换一个党 说不定大家想想 原来那个党还不错 所以下一次选举 原来那个党又捐土重来了 但是这个中共现在这个体制呢 你不喜欢它 你也没有办法监督它 你更不要说是对它有所替换 也正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体制究竟做什么事 它是一个黑箱 外界是不了解的 所以当一个企业跟这个政府 这个体制走得很近的时候 你跟其他的国家做生意 别人是一方面是跟你做生意 一方面怀疑你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 我看这个标题写的是 抓中共间谍成风 这是说穿的 还是在于中共自己的因素吧 是是是 那么而且我们看到波罗的海三国 包括立陶宛 拉脱维亚 埃萨尼亚 那么这都是前苏联的 这个所控制下的 而且呢 也是前这个共产主义阵营的 这个组成部分 现在呢 立陶宛 这个站出来说 包括波兰 这都是前东欧的 这个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 那么现在这两个国家是在中欧 也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当然波兰的影响力可能更大 立陶宛呢 作为也是一个中东欧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的这种 现在对中国的这种态度 应该说对于 共产政权的这种行为方式 他本身原来就是他的组成部分 那么他应该有着这种切肤之痛 或者是有着非常明晰的这种了解 包括和俄罗斯的关系 包括和中国的关系 应该说呢 都是 那么这中俄两家的 包括一些 这个情报机构的这种 运作呀 组成的这种结构啊 应该说都有一种互相 失诚的这样一种关系 所以说呢 正因为如此 而且立陶宛所说的担忧 主要是来自于 中共对于立陶宛的政界的这种渗透 或者说是收买 尤其是要防止立陶宛在台湾问题 在西藏问题方面呢 这个走偏 因为我们也知道呢 这个达赖喇嘛呢 也是多次访问过立陶宛 那么也是中共呢 也是看在眼里呢 脑在这个心头 但是呢 对于立陶宛呢 应该说他的 的确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力的 那么我们再看到 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是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 那么即将对这个中东欧呢进行访问 尤其在这个访问期间呢 会对这个中欧的和中国之间的这种 相互的作用和关系 那么这种影响 以及中国在这个中欧的这种影响呢 发表这个他的见解 或者说是一番谈话 那么也就是给大家提个醒 那么也就是中国的现在这种渗透呢 也是到处在进行遍地开挖 而且是手段多种多样 那么这也是美国情报界的一种共识 而且甚至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还看到我们过去的一篇这个报道呢 就是说当时在杭州G20峰会的时候 英国的情报部门就给英国代表团说了 那么一定要警惕中共方面要施这个美女计 美人计 当时就说因为这个苏航嘛 这个出美女的地方 可能就是中国美女呢 可能会出现这种主动投怀送抱啊 用这种方式来拖你下水 同时呢提醒大家一定不要收取这个中共的这个 包括一些小礼品啊 包括这种啊 这个这个记忆棒啊 什么鼠标等等这些小物件呢都不能要啊 那么这都有可能呢 会导致呢这个情报的或者是信息的泄露 那么这也是就说呢 这种担忧啊 已经不仅仅是从今年开始 或者说从去年开始 应该说是在前几年就已经陆陆续续 慢慢的就已经是开始蔓延了 那么导致到今天这种程度呢 我想再请问马俊先生 你怎么看待现在这种趋势 愈演愈烈的这种抓中共的这种间谍 而且是防中共 如果是防贼 那么这种态势有没有 它内在的一种逻辑在里面 或者说是一种延续 对是这样的 我们就这个立陶宛这个事件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立陶宛首先呢 在整个欧洲波罗的海区域呢 它历来都是属于德国的一个势力范围 在立陶宛的建国 以及立陶宛的这20多年脱离了这个苏联之后 基本上它的经济建设也好 各个武装也好 包括它现在的这个很多文化方面 包括他们讲的德语 语言方面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之普及的 非常的普及的德语 所以呢 某种意义上呢 有很多人说呢 这个立陶宛是日耳曼人 当然有这样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意见 那么可见呢 立陶宛 爱沙尼亚 这两个波罗的海的这两个国家呢 基本上可以说是德国在靠近苏联 靠近俄罗斯边界的一些小的一些飞地 就像俄罗斯有加利宁格勒 那样的一个飞地一样 是一个概念 因此呢 他们现在在欧洲呢 首先站出来呢 对中国的一系列的事情呢 进行一定的指责 或者进行一定的这个政策安排 我们总是会发现呢 这个所有的大国都会有自己的排头兵 就像中国和朝鲜之间的一些关系 包括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一些关系等等 这些排头兵呢 会去先解决一些事情 在德国历次与中国在西藏问题的摩擦 以及在这个台湾问题的很多事情啊 都是由立陶瓦来去解决 或者去完成一系列的工作 这是我个人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那么至于在全世界目前 都在抓中共间谍这一点上呢 是这里边有很多这个深层次的 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 和文化方面的矛盾 中国人呢认为呢 在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呢 通过经济的这个交流与世界的交流呢 他们发现呢这个世界上呢 很多人其实特别好打交道 在打交道整体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 采用了很多方式方法 送点小礼品啊 送一点这个旅游啊 请来中国去旅游啊 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 在过去的时候起初的时候嘛 很多人认为呢这是一种好的一种交流 但是随着中国不断的需求了各种啊 这个技术方面对境外的一些需求啊 包括一些政治方面的需求 特别像立陶宛关于啊 他去拉拢一些这个政治人物 去影响立陶宛对台湾的政策 以及影响立陶宛对于这个西藏的一些政策 可见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中国呢 在全世界呢已经布满了自己的各种 被境外称为是情报机构 但是某种意义上我们也知道的 这些机构呢 其实是它是有很多双重身份的 有一些呢就是一些华侨啊 或者是一些民间组织 就像我们这两天看到的 关于这个澳大利亚的 我们中国的这位黄项目 对黄项目 他呢其实某种意义上呢 想借助这两种关系呢 去做一些自己盈利的事情 包括在澳大利亚的经商 以及得到中国政府在经济 在政治各方面的一些支持 而他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很多事情呢 他把中国的方式方法呢 拿到境外去做 这本身呢就是在文化方面 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是会有冲突的 我们过多的就是中国人呢 就喜欢出来之后呢 就用一些这样的一些费紧 用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去打通一些政签或者是经济界 来提高自己的一些地位 或者提高自己的一些这个面 这是往往这种事情呢 最后都会导致这个境外呢 随着现在中国的经济不断地扩张 而美国以及西方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势必会政治正确化 全球未来在控制中国 或者打击中国这方面 会愈演愈烈 只会愈演愈烈 因为未来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和小小的事情 都会把大家先归类为是一些间谍性 最近在海湾地区已经出现了 类似这样的一些事件 以往海湾地区的时候 每年的冲节的时候 都冠得非常的红火 很多政府要员都会参加 而今年呢 绝大多数敏感的政府部门 对很多这个人物人士 以及重要的这个皇室的一些成员 都在回避和规避 参加中国的一些节庆活动 包括给一些大的公司去站台呀 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 这种情况呢 会在未来呢 在全世界各个国家会愈演愈烈 因为大家都说狼来了 而且发现确实这只狼呢 叼了很多羊 因此呢 我相信只要是有主权 国家意识形式的人 国家呢 都会提防和小心中国的 这一系列的行为 特别是最近的阴谋论 关于华为的这个间谍 一些软件系统 在整个全世界呢 我应该说我们最近听到的 一些民间的一些说法 以及一些政府上 发表的一些这个 招标意见书啊等等这些 我们都会发现呢 都已经在悄然的 在改变对中国企业 特别是中国通讯企业的一些 以往的一些态度 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做过一个节目 关于华为在非洲的一些贡献 的确中国的中心和华为呢 在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 这样的一个通讯器材呢 是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呢 秀速的从过去的这个传统的 通讯方式一跃而成为了这个 进入到了这个 智能手机 等等这一系列 所以他某种原因 他做了很多贡献 但是因为他在里边 或者是中国政府颁布的 关于这个辅助和帮助中国政法 比如类似什么情报机构的 每个人每个公司都有义务等等 这一系列的这种 没有基本的这种智慧和了解 全世界的基本这个价值观的 这样的颁布的这种恶法 或者是愚蠢的法律呢 确实把华为啊 还有很多中国机构 以及中国个人呢 都推上了一个这个 成为了今天的一个热锅上的蚂蚁 是这样 所以说呢 对 所以说现在呢 也是美国和中国 现在在这似乎是呢 形成了一个 虽然不能说过去 像美苏这两大阵营一样 但是呢 也有这种趋势 或者说是一个雏形 那么大家呢 在这两个两边呢 就要选边站 那么由此呢 包括华为也好 中兴也好 或者是中国的一些 这种文化机构 这个贸易机构等等呢 由于和来自于中国 和中共的这种联系呢 它本身呢 就是带有一种原罪 那么在这种原罪的这种背后呢 就是对于意识形态的 一场这个争斗 这个争斗呢 也就必然导致 很多国家无法置身于 这个其外 那么也就必须 包括您刚才说到的 在中东一些国家的这种 规避或者是唯恐 避之不及啊 对于中国方面的一些 这种邀请呢 以往可能是这个 欣然接受 那么现在呢 也是要掂量掂量 能少去的尽量少去 能避免接触的尽量少 少接触 所以呢 也省得呢 也不要招惹了美国 或者说 引起美国的不快等等 那么这方面呢 我们知道呢 中共方面和美国 现在实际上也在 这个地缘政治 国际政治这个舞台上 也是在暗暗的在 这个较劲 在这种进行 所谓的布局 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有关呢 在这个中美洲国家 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现在呢 这个星期天刚刚进行了 总统的这个选举 那么一轮呢 就定了胜负 现在这民族团结大联盟的 这个候选人 也就是还是 同时也是他这个首都 胜萨尔瓦多的这个市长 叫做布克莱 一轮呢就胜出了 而且这位呢 也是一位很年轻的 很帅的一个小伙啊 那么现在呢 成为了这个新的这个总统 他上台一时呢 就说当选一时呢 就已经是放出风来 因为呢 萨尔瓦多是去年八月 和台湾断交 那么和中共呢 复建交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这个竞选团队的 有关人士就透露说呢 这个布克莱当选总统呢 已经是考虑 要进行 再和这个萨尔瓦多 和中国的关系 进行重新的考虑 要在中国和台湾之间 进行一些平衡 考虑到的是 整个国家的利益 而不是 像上一届政府 所想的 仅仅是政党的利益 那么这是他的这种 一个解释 在这种宣誓之下呢 似乎 萨尔瓦多和中国的这个关系 和北京的关系呢 又出现了变数 这方面呢 请刘平给大家 做一个介绍 好的 中美洲啊 是台湾的这个外交的重镇之一 还有几个原因 一个呢 就是很多国家和台湾的邦交啊 或者说是这个早在从民国初年 中华民国政府建立 未久和他们建立的外交关系 甚至是可能在这个 在超过100年的这样的关系 那么这个长久的 这个友好的关系 然后呢 被中共把这个邦交国抢去 这当然对台湾来讲 是个很大的伤害 再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知道 中美洲是美国的后门 那么美国在 对中美洲的国家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包含政治经济军事等等 所以这些国家呢 如果他要弃台湾而救北京的时候 美国也许是可以说得上话的 那么或者说是 这个 他是跟美国真的闹得不愉快 所以他就根本不理会 美国对他的劝阻吗 这个当然对台湾来讲 都是很好奇的 如您所说的 这个萨尔瓦多新的政府 他要重新考虑 和台湾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这个在外交方面 那当然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鼓舞了 因为在过去这几年呢 台湾的这个邦交国继续流失 这个对台湾来讲 形成了一个国际这个空间的 这种进一步的压缩 台湾在这个国际组织的参与 那哪怕是像这个世界卫生 别说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每年开一次大会 那么几天 台湾作为一个观察员 这几年呢 都不得其门而入 你这个 对于这个台湾来讲 或者是这个防疫 出现了一个缺口来讲 这是对台湾 对全世界都是很不公平的 像这个世界民航 国际民航组织 简称是ICAO 这个组织呢 台湾这个也是在2014年的时候 终于那是这个中断了40年之后 用这个特邀贵宾的身份参加了年会 然后呢 三年一次 2017年的时候 台湾又没有办法参加了 当然这个和台湾自己 在两岸政策上的 这个走向取舍是有关系的 但是也跟整个这个中共 对台湾这种打压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这个对两岸之间呢 其实也是形成的一些 这个很不愉快的因素 那么刘先生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现在说到 现在美中之间 现在的这种争斗啊 是愈加激烈 而且是包括 这个在全方位 全领域的这种争斗 已经是出现了这种模型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觉得对台湾来说 这是一个短期利好呢 还是一个长期利好呢 还是是不是一种 一下子这种空间 陡然间增大了 左右逢源了 还是说呢 可能因为这种地缘的这种关系 反而变得更加不安全 你怎么看 是安华问的一个 非常非常关键的议题 那么这个 我们可以从选几个例子来看 这个台湾马上要总统大选了 明年美国要选总统 中华美国也要总统大选 元月份就要选了 现在已经只剩下一年不到的时间了 24年前的时候 台湾第一次总统直接民选 然后那个时候 共军演习 然后试射导弹 然后后来知道这个导弹是亚弹 并没有带弹头的 但是就造成了台海的高度紧张 然后反倒是让李登辉高票当选 公元2000年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中共越是造成的刺激 结果可能让他不喜欢的人 得到了更多的票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这样子就使得美中两国 它也可能出现的比较紧张的场面 像这个1996年的时候 那美国叫出动航空母舰 而且一个航空母舰出动 那一定是一个战斗群 或者打击群 好几艘军舰是配着一道走 还有在水下的 这个在美中之间也形成了很大的不愉快 那么这个您刚才讲长期短期 这个确实是让台湾在面临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台湾自己当然是如何处理 是一个大学问 美国和中国本身之间 其实也应该要想想看 这样的这种或者是称之为碰撞 或者是称之为较量 它可能带来的造成的影响 对于台湾来讲 有的时候就是说 这个国际上 这个一些变动 对于台湾或者对于两岸之间 也会有些冲击 那么美中之间关系不好的时候 有可能拿台湾当一个牌 或当一个棋子 比方说美国会不会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 在南海上空发生撞击事件 然后美国的飞机 二十几个成员就被扣在海南岛 好了很快的就是到了一个 美国要对台军售的时候 那一年美国对台军售 这个好大的一个包裹 对台湾那辆非常高兴 军舰飞机这些系统等等 那么双方不愉快 那可是这个对台湾来讲 如果有的军备 是不是也就是安全的 或者说是台湾宁愿见到美中两国 你们和缓一点 我们也避免说 两只大象打架的时候 在旁边的草啊 在旁边其他动物都会受到伤害 所以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1992年的时候 美国卖F-16战机给台湾 一卖卖的150架 台湾还没要那么多的 美国卖的比台湾要的还多 然后呢美国和中国当时的关系 那当然老布希是为了他的这个选举 他德州的票仓 但是因为美中关系 当时是比较好的 还有呢就是两岸关系 当时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这个中共 他当然为这个事情抗议 北京当局很 但是呢并没有因此造成美中 或者是台海两岸太大的冲击 所以呢这些事情啊 本来也就说明了这种微妙 总之对台湾来讲 这是有点两大之间难为小 你们呢好 我就怕你们会不会把我给卖了 你们不好 我就怕你们会不会把我当棋子 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 真的是不好处的局面 马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呢台湾问题呢 我们已经探讨了很多年 自从49年之后一直都在探讨 全世界都在探讨这个问题 现在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已经不再是外界去探讨什么 或者去怎样去理解了 我们认为呢台湾今天必须得自己表明自己的态度 因为它已经到了这样表明一个态度的时候 对于大陆来讲中共来讲呢 那么它经常在各种场合高调呢 台湾是核心利益 有时候说呢南海是核心利益 有时候西藏是核心利益 有时候什么这个是核心利益 其实呢在对于中共来讲呢 它的核心利益就是最底线的底线 就是能够保证党的领导和党的统治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呢 台湾就应该在这个中美之间发生这种摩擦的起始的时候 两个选择 一想办法归对 二要么就是离对 那么提早的站出来表明自己的坚定的态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台湾社会有它的分裂的一面 但是这个分裂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在最近的一些迹象当中可以看到 还是以台湾本土或者台湾民主自由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是没变的 但是很多台湾人呢 因为跟大陆有更多的一些 过去有更多的一些亲情上的往来 有些外省人的一些关系 但是近几年呢 已经慢慢的和经济上的一些联系更紧密 导致的一些人呢 对中共的一些不是说投向大陆 而只是我们看得到呢 就是因为经济利益的需求和大陆 保持一个不要有冲突的这样的一个 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来去 包括我们看到了关于九二共识 其实九二共识这个东西呢 若即若离 其实说对对对 其实本质上没有说明任何东西 只是在这些文字上 而我认为的台湾社会 现在应该达成一个重要共识 就是台湾人民到底要什么 如果你想要民主自由 那你就去独立 这条路必须一条道走到黑 你就是想靠向日本或者是美国 而如果你想保证经济或者是 在两个大国中间 在美国与中国两个大国之间 想要任何一个小国或者一个地区 或者人家砝码上的一个堵住 想要在左右逢源 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 因为一条龙 一只虎 这两个都不会 就是说在关键的时候 会拿别人的重要 或者别人的利益去考虑的 那么这个时候最好就是 台湾政府全社会达成一个共识 选择一方 再这样无畏的这种牺牲 或者无畏的左右民进党 或者是这个国民党执政会上 再继续这样下层 那么台湾的未来是一个非常不确定性的 如果有一个不确定性的未来的话 那么对台湾的伤害是极大的 那么会失落 经济会失落 民进会失落 人台湾的这种自由价值观会失落 我遇到很多近期遇到很多台湾人 都在考虑怎样去移民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包括去新加坡等等 这样的一些打算的人是越来越多 这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 对台湾未来的方向的不确定性 既没有激发起台湾人民 这个热情的向往自由的一面 也没有激发起所谓的这个大一统的 这样的一个落后的一种思想 那么这是台湾的一个问题 台湾再也不能够在两国之间 大国之间去玩左右分圆 只要想有这个打算 那么必定就把台湾人民的福祉 台湾的民主与自由就会搭进去 这是一个 不管美国什么 您说 我是有些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问题 台湾应该说还是在大国之间 或者说在几个比较大的势力之间 我觉得还是最好是保持一定的模糊性 这样可能更好一些 那么同时你说达成一种共识 现在按照台湾的这种政治生态 达成共识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这个任务 所以说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 如果说台湾选边站 那么您选到这个中共这边 那么这是民众不乐意的 那么您选到了这个美国自由世界这一边 这是中共不乐意的 那么中共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1月初的这个2号的这个 所谓这个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会上 习近平这种已经是磨刀磨磨的这种讲话 那么已经是透露出这种信息 已经是等了也是很不耐烦了 现在是准备的想把这个事情 明晰化干脆挑明 破坏这种模糊性 那么这就直接导致台湾的 这种周边的这种环境 微如这个雷卵 可以说现在已经是到了一种 也是中共的这种如意算法 我想也就是要 这个挑动台湾内部的这种争斗 也让这种势力的这种各个势力 放下这种这个模糊的这种说法 或者说是破坏它的这个模糊性 从而使事情变得 也是要造成一种战队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就是让各个政治势力 这种派别要选边站 那么这我觉得恰恰是中共方面的 一个如意算盘 这方面我想请刘先生再说两句 好的 这个我好像应该在你们两个中间保持模糊 不要选边站 其实您两位讲的是有交集的 这话怎么说的 我们刚才讲说这个中共间谍 现在在世界抓中共间谍 我想到当年这个蒋介石 蒋中正总统 我们今天不是在谈他的功过是非 他那时候啊 这个有一句话 就是在他的年代啊 那个台湾有一首歌叫做 《当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这个恐怕是世界上很多国家 现在在和这个中共交往的时候 就有这么一个考虑 蒋介石还有一句话 在他遗嘱中间讲的 其实就是马继先生刚才提到的 怎么讲呢 他说蒋介石说 《与毕生之志士》有几件事 其中一个就是坚守民主阵容 既然坚守民主阵容 台湾就永远不做这个共产专制的一员 这是台湾 为什么这个蔡英文当上讲了 说这个一国两制 在台湾是没有市场的 确实如此 你这个让我跟你在一个这个旗帜之下 这个一个国嘛 那就是一个旗帜之下 那个旗对我有任何吸引力没有 这别说这个 这个我这个家人在那里 我这个事业也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在心理上 是不可能接受那样的一个体制的 所以呢 这个对台湾来讲 确实如马继先生讲的 台湾必须要做一个很清确 很明确的选择 其实台湾已经有了一个选择 或者说是有了这个承袭 从这个梁蒋的时代 到后来到李登辉 不管然后不管是哪一个人做总统 台湾站在民主这一边 其实是台湾这么多年努力 做坚持的价值 要不然的话 这个两岸根本就去和谈 那台湾根本就投降就算了 但所以台湾其实很坚持的 这一个价值 也正因为是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价值 所以在国际上 它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或者说至少是得到大家的同情 只是说在两岸中间 有的时候 这点我倒是赞成安华讲的 你要很明确的表示 你说我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然后我就要走向独立 这个恐怕对台湾来讲 变成了一个摊牌 摊牌是有风险的 它当然可能就此 你这个两岸就永远的隔绝了 但是也有一个可能 就是会发生的这个战火 或者是使得台海变成高风险区 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那就是货物运出的保险费率 要升高多少倍 这个对台湾来讲 有没有必要走到摊牌 或者说是台湾可以继续坚实壮大 然后等待中国的改变 因为共产党的统治 难道会是永远下去的吗 当然台湾已经等待了这么多年 那么也许再等若干时间 这个当然对台湾来讲是一种选择 这也是这个民主可贵之处吧 这是我的看法 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到 刚才说到的这个拥抱谁的问题 或者选边站的问题 那么在中东地区 似乎现在也有这样的这种态势 我们看到现在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 哈梅内伊刚刚发表了这个谈话 那么就说对美国人当然是不能相信的 而且他说除非这个美国改弦一折 否则的话 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 这个让美国去死的这句话 而且他说的让美国去死指的是美国的政客 指的是像川普或者说是这个国务卿 蓬佩奥等等博尔顿这样的这种鹰派的这种人物 那么而不是美国人民等等 那么但是就说在这方面同时他说到了 对欧洲人虽然欧洲一直想保持这种这个伊核协议的这个有效性 和美国在这方面是敬畏分明 还是有着相当大的这种态度的区别的 即使如此呢 哈梅林也同时警告说那么也不能相信欧洲人 欧洲实际上也想绕过美国的制裁呢 用变通的方法和伊朗进行贸易往来 但是呢即使如此他说到了啊 就是美欧都不能相信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呢 这个沙特方面呢现在也是啊 和这种美国的这种关系呢 也遭致了美国国内的一些反弹 包括卡舒吉事件啊 包括现在呢这个美国参议院要求川普总统对和沙特的这个关系啊 包括这个他所认为的谁是卡舒吉事件的这个要负总责的 这个沙特的这个高层人物进行一番交代 那么也说明了美国国内终于随着这种舆情的这种高涨吧 那么现在这个对卡舒吉事件呢 这个川普一再的这种轻描淡写或者说是回避这个问题呢 也的确是在也回避不下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呢 沙特和这个中共方面的这种关系呢 也是保持着一种不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也就是说呢中东地区的两大冤家 伊朗和沙特那么都和似乎 那么我们对这个潜台词就是说 如果你伊朗不相信美国也不能信任欧洲人 也不能信任美国人 那么能信任谁呢 那么对这个问题中东问题专家马俊先生 想听听您的意见 是这样 我们这个在看到呢伊朗呢 今年迎来了伊朗伊斯兰军生命40周年 伊朗呢是1978年的元月份开始真正的 实为游行来推翻当时的王权 那么我们知道呢霍梅尼上台之后呢 推行了伊斯兰教法以及伊斯兰之下 阿雅图亚形式的一个政治体制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伊朗呢 极大的改变了他以往的外交政策 过去呢伊朗作为美国的中东警察呢 维持着整个海湾的秩序 以及影响着对岸和美国同样关系叫好的 沙特拉伯在整个地区的影响 做到了一个相对的失踪率 也就是说美国人当时有一个政策叫 同时有两把剑 两把剑都属于美国 互相还有掣肘 这样的一个外交 这个所谓的双支柱双卡战略 是吧 对对对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伊朗当这个霍美尼执政之后呢 打破了这种平衡 因此呢美国呢全力的倾斜到了沙特拉伯 以及当时的伊拉克的总统这个 维 维 萨达姆侯赛因 对对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的这样的一个统治 今次发生了两亿战争等等 这一系列的事情 那么我们不再去赘述这个 刚才来回答这个主持人安华先生的问题 我们刚才安华先生讲到呢 今天的伊朗最高领袖呢 在讲话当中说美国去死这个词呢 刚才呢在做节目之前呢 我专门去了解和看了一下 这个伊朗的最高领导人所发表的这个演说 他的演说里边没有这个词汇 他说让那些拥抱了犹太资本的美国政治家们 剥削世界人民 以及压榨整个这个伊斯兰世界的那些人们 让上帝让他们带走他们嘛 让他们去死吧 有这样的一个话 当然这个简单的说起来 好像是美国去死 或者美国政策 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像当年呢 伊朗的这个前总统那个比较强硬的那个总统 德恒莱恩市长 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 内甲德是吧 内甲德 对对对内甲德 他曾经就说过一句话呢 被全世界人都在说呢 说让以色列抹去在世界地球上抹去以色列 其实他没有这样讲 但是这是新闻上的一种这个报道 一种断章取义 那么近期我们看到呢 因为沙特阿拉伯在整个中东地区呢 就现在的王储上台之后呢 出击了做了几件大事情 而这几件大事情呢 都结果呢都非常的这个失败 首先呢我们看到了野门战争 沙特阿拉伯展示了自己极其糟糕的军事力量 其次封锁了卡塔尔与自己是同样的海湾军主国 海湾合作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军主 只是因为本质就是因为海湾卡塔尔纵容 或者是给予了半导电视台充分的新闻自由 甚至半导电视台当时和埃及发生了政府 塞西政府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曝光了塞西政府的一系列的反人权 以及对打压新闻自由 以及反民主这一系列的一些事情 因此这触怒了这个沙特阿拉伯 同样呢我们看到沙特阿拉伯 还做了几件非常这个让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就是他扣留了黎巴嫩的总理哈里里 对 要挟黎巴嫩的总理哈里里 宣布辞职在电视讲话 就像中国的那个电视认罪一样这种形式 以要求和胁迫黎巴嫩的真主党 放弃参政权以及放弃被选举权 那这一系列的事物呢 包括叙利亚战争的这个深入 以及他支持的这个一系列的所谓的自由军 后来被大家发现 那就是ISS以及第一次在哈马的化学武器事件 直接与沙特阿拉伯政府有关 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些事情 已经是沙特阿拉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 人民的面前以及政府面前了 可以说名誉扫地 但是人们依旧给予了沙特阿拉伯一定的尊重 为什么要给予他一定的尊重呢 的确他是美国依旧在沙特阿拉伯 在整个海湾地区 以及阿拉伯世界的代言人与代理人 同时他的确拥有极其丰厚的 这样的一个财政资源和财政能力 同时他统侠着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地 麦加和麦蒂娜 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和这样的一个战略优势 等等这些 因此呢 这个很多国家呢 依旧给予他一定的脸面 一定的尊重 这是当然这个本质还是表面的 马先生我想请教一下 您现在认为现在因为时间关系的我们就是说把这个观点的尽量能够就是说明晰的呃就是说呈呈给大家 而且我再次再重复一下 就我们这个节目呢 它不是一个访谈节目 是一个讨论的这个这个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们想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化的 这样的一种观点 或者说是这样的一种语境 所以我就想请教您的就是说现在啊 那么这个是不是由于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对于美国的中东政策的一种做做过山车一般的这种啊 这种完全的否这种颠覆或者是否定上一届政府这种否定导致了今天这种局面 可以这样讲 完完全全特朗普政府的在这个中东政策的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性 我们知道他第一个出访了沙塔拉伯 在阿拉沙塔拉伯召开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峰会和美国的一个对话会 而这个对话会所承诺的一系列的东西 我们看到呢都是一种强势的美国一种强势的一种索取和打压 可以这样讲 当时呢很多会议结束之后呢 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间的媒体呢 可以说是爆棚式的一种批评 之后呢我们看到呢 他迅速的撕毁了伊朗核协议 导致伊朗呢 这个不断的这个和和保持这个伊朗核协议呢 甚至影响他与欧洲自己盟国的关系 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伊朗现在呢已经也同时呢 对整个欧洲呢 某种意义失去信心 那么因为欧洲的力量真的很弱 欧洲人去帮助伊朗的方式也好 等等也好 他不像中国人敢去像华为一样 去支持或者是从其他的公司 或者像中国的阵容石油啊 包括前一段时间那个被抓了的那个石油公司 等等这样从暗地里去 在经济支持啊各个方面 因此呢他们对中国呢 都有一定的自己的一个特殊的一些管道 或者倾向倾向去中国 那么同时呢 沙特阿拉伯也是如此 沙特阿拉伯呢 在中美之间的也在玩这个平衡 甚至在玩一些这个给美国给一些压力啊 施加一些这些 同时最重要的目前呢 对于沙特阿拉伯最大的一个打击就是卡舒奇事件 而卡舒奇这个事件呢 经过这一段事件呢 元月底的联合国的一份报告 以及我们看到今天的纽约时报的等等 一系列的这个报道 直接指向了沙特阿拉伯的王储 那么沙特阿拉伯的王储 刚才我们讲的 他做了几件非常这个糟糕的事情 而我们呢就是政府呢 也不容许去民众去讨论 或者去揭露这一系列的失败的一些政策 我感觉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储 的确有些这种感觉得不配位 有这种感觉是吧 可以说老百姓有一句话 老百姓啊 沙特阿拉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人呢 总是用面包的去蘸那个阴水洞泥 然后有一个人呢是这样讲的 哦我们发现阴水洞泥里边包了很多辣椒 那就是沙特阿拉伯的饮食 这个话呢对于中国人来讲好像有点远 但是对于阿拉伯人来讲的话呢就是 就说他就是不仅是得不配位了 简直就是就是去我去吃饭的时候 我可能吃到了别的东西 就像吃到苍蝇一样啊 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呢是非常这个侮辱性的一个 比喻一种形式 那么对于您说 我就说现在呢因为时间关系 您说的非常的引人这个入胜 那么现在就说我想请教问题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既然沙特是玩平衡 伊朗呢也不信任美国和这个欧洲 那么而且我注意到川普总统 在国情资本演说的时候说到了 美国是出于这种现实主义的考虑 和中东呢进行这种交往 也就是言下之意似乎就是说 是一种利用的关系 那么就说如果说伊朗不信任美国和不信任欧洲 他会信任谁 那么对中国我看到有些观点呢 伊朗也并不信任中国 那么对于俄罗斯我相信可能也是八九不离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您认为现在这种互动的这种关系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首先呢伊朗呢不信任美国 我们是看得到的 所谓的伊朗不信任这个欧洲 而信任中国 这都是没有什么依据 只是大家的一种猜测而已 伊朗对于和中国的关系在历史上也好 包括现今这几十年 这十几年伊朗遭受制裁的过程当中 中国可以说是占尽了伊朗被制裁的便宜 伊朗的所有的外汇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空农银行和这两年 转移到了甘肃银行 这两家银行在处理中国的 这个伊朗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金融服务 所以占尽了先机占尽了便宜 伊朗人从根上是不信任中国的 这个呢我们可以表现在八十年代 这个两一战争时期 中国给萨达姆以及给伊朗两头卖武器 以及后期对伊拉克的一系列的支持 等等吧 包括在中国禁止什叶派的宣教 以及在禁止了这个 在外教上发生了很多摩擦 同时伊朗也是第一个 要求中国政府表明中国对伊斯兰教政策 以及宗教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伊斯兰国家 所以呢对于中国 对伊朗来讲 他不会倾向于中国 那么为什么说在这个现在的最高领袖需要讲这样一些话 让人引起了一些这个看法呢 因为伊朗是一个民主相对民主自由 他是有保守派与这个改革派的 今天的总统是改革派 因此他需要安抚这些保守派 因为伊朗有强大的这个保守势力 也是教士集团的强大的保守势力 以及农村地区的广大的这些民众 非常之保守 他们接受了几十年的对欧美的 对一系列的一个就是反面的一个教育 因此呢 有很多政党以及政治人物呢 在重重欲动中被推翻 因为在总统签订和 奥巴马总统签订伊朗核协议的那个时期呢 就有很多伊朗的这个保守派的政治家呢 就提出批评认为伊朗和美国签的这个协议 必定被美国出卖 必定被美国抛弃 当时呢 就严弄了 对 非常非常 果然是严重啊 不幸被严重 果然是不幸被严重 因此呢 很多这个伊朗的保守的这些势力的 保守的政治家呢 都现在在准备大选 过程当中在在整个民众当中呢 在宣传这一点 因为伊朗的确是一个自由选举的国家 出版自由的国家 因此呢 在政党 只要在他在伊斯兰的这个框架范围内呢 都是给予充分自由的 那么呢 而最高领袖也明白 与美国彻底的决裂或者是走上战争呢 对伊朗以及伊朗伊斯兰的这样的一个政权呢 势必是一个毁灭性 势必或者是是一个极其之重的一个压力 因此呢 他还是倾向于走另外一条路 也许他的这些讲话呢 只是为了向欧洲表明 他对欧洲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形式呢 有一定的软弱形式呢 有一定的这个怨气 不满 而为了平息国内 对 为了平息国内的一些这个强硬派 因此呢 发表这样的一些讲话 好的 那么最后还有一分钟 想请刘先生呢 刘平您给说一说 就是您在对这个中东的现在这个局势 就包括沙特伊朗两家 对于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欧洲也好 那么有些什么样的这种分析和见解 我简单的提一下 我不久之前读到一个文章 他讲 他说 其实在一次世界大战当中 当时的协约国就是英国法国 他们给中东的国家做了一些承诺 如果当时的承诺真正就落实的话 那很多后来中东的问题 就从那个时候就可以改善 但是呢 西方国家就毁弃了这个承诺 那么然后呢 往后的很多年 包含美国苏联在中东这个较劲 然后现在中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那么他们每一个国家 当然都有自己的利益 在这中间对于中东国家 相对的在这个经济利益 经济这个军事方面 处于比这些列强 是完全不能比的这些国家 有没有给他足够的尊重 这个是中东问题 至思义分的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呢 如果就简单的来讲 恐怕是大国之间的较量 那么最后呢 这些小国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 或者是应有的尊重 这恐怕是中东问题难解的原因 好的 我们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呢 关于三个话题的讨论的 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我们现场嘉宾的 这个精彩的分析和梳理 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在线观看 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at Mingjin News 脸书